好 非常用功的一名男子 不过却用功在偷窃上头 新北市警方逮捕了一名窃贼 专门偷顶楼的铁皮夹盖的房屋 得手上百万元 警方从他的住处搜出各种开锁工具 还有两大本号称祖传秘籍的工具书 一本是开锁必备大权 厚达三百页 另外一本是欲领检注意事项 警方很惊讶 嫌犯竟然这么用功 却是用错了地方 专业测钻器 有密码锁的手提箱 迷你手机 还有各式开锁工具 配备宛如007情报员 32岁的无姓嫌犯 还有一本锁匠必备开锁大权 里头五花八门的开锁技巧 厚达三百页 声称是祖传秘籍 还有自己研读刑法 做成的领检注意事项笔记 像是旅馆房间 如今特定人依规定登记住宿后 就不是公共场所 警察绝不可以随意进入领检 你是为什么要做这些窃盗案件 吸毒吗 是不是很后悔 前半专大巴士 寻找加开铁皮屋勤窃 得手三百万元 全拿来买毒品 移送时毒瘾发作 不断错气 却是后悔不该买高价的海螺鹰 把钱花光光 让警方啼笑皆非 锁定电子3C高价产品 得手后于网络拍卖嚣张 大部分均用于购买毒品吸食 小小有备而来 钻研开锁密集研读 民众担心被闯空门 最好多装几道锁 增加嫌犯破解时间 让窃贼知难而退 中天新闻 杨东市的周关展 新北市报道